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失戀這個議題 每一個人在人生當中總會經歷過幾次 但是在經歷過幾次的過程當中 能夠被全台灣認知 我想也沒幾個人可以辦得到 那我就是少數幾個在每次失戀 都被大家大作文章的一位 你的每一段戀情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你今天要捐出 跟哪一段戀情的物件給大家 我捐你們拿出一件 失戀留下來的紀念品 那我其實跟很多的參展人一樣 我不會把這些東西丟掉 很多人分手之後會立刻把它粉毀 燒掉 免燒光 那他下一個女朋友看到 對不對 但是對我來講 他不管是被分還是分人 他都是我人生當中一件 一段記憶 對 那麼這個記憶也許是圓滿的 也許是不圓滿 可是你必須從不圓滿當中得到教訓 得到經驗 然後下一次讓他更圓滿 那所以這些紀念品對我來講都很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是共襄盛取 我非常喜歡這個概念 非常佩服我們的策展人 這是非常好想的 非常好想的 我非常樂意 我非常樂意 我是Micky 很帥 很帥 其實很好耶 因為人生中就是要經歷很多大家小小的感情 後來生命中會有很多的東西去紀念 你的曾經有熱度的愛情 對 那你曾經有熱度的愛情 有沒有一些回憶可以讓我們感受一下 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我剛剛在展區看了很多人 就是有紀念性的那些展覽的作品之外呢 我自己有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初戀 有曾經寫過 幾歲的時候初戀 那時候我記得劉德華發的是那個 劉德華的曾經一張專輯裡有一個活動 是時空膠囊 就是你可以在買了專輯之後 寫一封情書給你現在的戀人 可是要五年之後你的戀人才收得到 可是就很不保險啦 因為五年之後什麼事都很難說 所以我們都是在分手之後 才各自收到對方寫的信 是 那所以這封信你一直有留到現在 對 那一封信我一直留著 後來那時候兩個人都寫得很可愛 因為我也寫說不知道你現在是在當兵 還是大學畢業了 所以那是對未來的一個期待 跟對愛情 就是希望有未來的一個期待 所以是十幾歲的時候 純純的愛戀 當時寫了時空招囊 我記得有一個電影 我的野蠻女友 裡面也有過這個橋段 好像那時候還真的蠻流行的 我們從這個時間點可以推算一下 到底這時候 是什麼時間點發生的 我有在我高中做的那個 我人生狀還蠻長的 也是兩年而已啦 然後我怎麼走出 我就每天一直哭 每天一直哭 哭了三個月我就好了 哭了三個月 那還蠻短暫的耶 算是啦 對 我自己初戀的時候是打電動 那時候是PS3 然後去PS2 然後後來打電動之後 也默默地走出來 所以這個動作也蠻有用的 我走出失戀的方式就是靠運動 靠運動 所以把自己變成 muscle 把自己就是逼到很累很累 然後就是不會有多餘的其他想法 欸這也是一個好方法喔 而且還可以這個讓你的提魄更加的揚眼 對然後我就一直堅信著 就是一旦感情不一定的要得到結果 但是過程是很重要 對 我相信這個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凡此我過必留下痕跡 不僅會留下一些物件 而且呢在你的心靈 在你的人生的歷練上 都會給你一些故事 讓你學習到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要珍惜每一個 我們曾經交往過的戀人 因為他在你的生命中 就是在你有一時鐘 我最印象深刻的應該算是 一段還沒有開始 然後就十點的戀情 所以算是一個暗戀 是國小嗎 不是是差不多高中的時候 但是因為沒有開始 所以印象會特別深刻 因為在一直 得不到的子我是最沒中的 對 沒有錯 所以那時候 剛好在高中的時候 很常在考試熬練 所以都會有一個靠枕 那那個靠枕 就變成是我一個 拿來吸收眼淚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都有保存著 但是後來 在沒有得到戀情之後 就將來無罵分屍 但是還是留著 你馬分屍的屍體 你還留著 那你把他封起來嗎 沒有封起來 但是還是可以捐給 失戀博物管 我想大家看到那個灰燼 都不知道 那個恨 當時有多恨 你根本從來沒有得到 哪來不斷 就是因為沒有得到 所以才會 你是暴力情人嗎 你這樣講出來之後 你確定你還交到你朋友嗎 可能類似的 OK嗎 要說我們大概那個 紀錄先升回 然後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 跳一下 但是就是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 說不定可以捐給大家 讓大家有多一點 感受一下 那個時候的恨意 不一樣的實戀經驗 好可怕 如果你有遇到過一個人 他是 不管你的優點缺點 他都可以很喜歡很包容你 然後跟你的家人 還有你的朋友 聊情你的時候 眼睛總是閃閃發光的 就打從心裡 覺得你是最棒的那個人 是一件很幸運 也很幸福的事 然後那我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大概有四年多 我們中間也分開過四次 因為我們個性是完全 完全很不相同 如果我是夏天的話 那他就是像冬天來嗎 那你這樣還不錯啊 你就是在那個 可能交往紀念日的時候分手 你就不用送一份禮物 沒有 沒有 要相信很多次 然後最後一次他 就是要再跟我說 我們再重新來過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不要再這樣 消磨彼此的感情了 對因為不希望我跟他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那不希望我們就像世界上的愛情一樣 都會有走到盡頭的一天 所以寧願 退開情人的身份 以家人或是知己 對 可是呢 這個想法太天真了 因為他最後還是就是 離開我的生活 是完完全全的消失逆跡這樣 找不到這個人 一直到現在 那你還留下了什麼東西給你 來捐出來的 嗯 我要捐的話 我會選一個東西 因為 嗯 你就是會 不管聽到什麼歌啊 喜歡的音樂 或是看到電影 都會想到他 那時候有一部 有一天我就在電視上 看到在重新的一部電影 是在講那個 聖伯納全的故事 然後因為他很喜歡那部電影 我就覺得這個人 就不管到哪裡 他好像離開了你的世界 但是卻一直活在你的心裡面 然後 那天剛好又是一個 英語綿綿的下午 我就想到就是 以前常會跟他撒嬌說 最討厭綿綿的語了 然後我就寫了一首歌給他 所以你要捐出來的 是那首歌嗎 你要唱給大家聽嗎 嗯 我可以把這首歌 這首歌叫老地方 可以把它放在 我們一起買的ipod 然後就捐出來給大家 哦 那很有意義耶 那是你自己做的 對 那其實我也蠻希望 他有一定可以聽到 對 那你會不會下雨區的時候 就不是覺得有樂 應該還好嗎 我就很害怕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會不曉得要哭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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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你沒有 還要在真命天子的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七個男生 然後加上濃濃 一定我們都有很多很多試練的經驗 那我們都覺得這個其實是必經過程 因為 一段好的練習 或者是 覺得有點失敗的練習 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那怎麼樣從中站起來 我是想 今天我們七位男生其實 六位來六位 有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 怎麼站起來的過程 其實以這個solo的部分啊 你有沒有跟大家自己說一下 我的話 其實 我比較 偏樂觀一點 就是 如果失戀的話 我通常都是 不讓別人 感覺到 我有 不開心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自己能夠影響自己 如果 你在別人面前 開心一點 然後他開心的回饋之後 或許我感受到 別人很開心 可能很快 我就會走 走過來 所以你的強年歡造型嗎 我是真的歡笑型 像 那個 千翔的話 他是有跟我分享說 他自己一次 會一個人去看電影 他覺得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就過一個人的感覺 去習慣自己一個人的感覺 那我個人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聽音樂 就是 悲傷的嗎 還是搖滾樂 會先聽一下悲傷 然後 有點回到那個感覺 是迷幻 就是難過一下 然後之後會轉換心情 故意聽一些 因為自己很喜歡開心的歌曲 盡量不要去想 盡量不要去想 因為我覺得一段戀情 要刻骨明心才會有失戀 對 我目前比較沒有這種經驗 從缺是不是 你叫你之前的男朋友情歌 可以看嗎 要刻骨明心嗎 好傷心喔 大家都是隨便 氣如壁鱘 不然 我看 雷蒙會不會有 有嗎 你們這是一組很少氣的團體人 根本不想捐東西 我有啦 可是我的東西比較特別 什麼 就是因為我之前 滋留雷過頭 頭髮 對 然後我撕裂的時候 就捐起來 看啥 很有意義 對 我有把它留下來 真的比較 所以你有把它留下來 我有留下來 然後 買起來嗎 神聖嗎 放在一個地方 但是怕會臭掉 頭髮應該是還好 你可以捐出來這個東西 這很酷喔 應該很有意義 不過接下來 就會被這兩位測試人 帶到全世界去展覽 可以嗎 沒錯 有點像海草 哈哈 你如果捨得的話就好啊 解釋一下 好 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是試練的時候 會想要一個人 好好沈澱一下 那 平常我自己會想要 騎車到海邊 然後 給自己幾天的時間 比較有情緒沈澱一點 會帶出來 然後開心的 面對其他人